沙特阿拉伯使用从中国买到的激光反无人机武器 取得了实战中的多次战果 这件事现在在持续的发酵产生影响 那么这个武器呢 我们在这个14届珠海航展 也就是去年10月初的那个珠海航展上 已经看到了这款武器 而且我看的时候还专门请他们研发单位 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它这个武器呢 是一个30千瓦的一个激光反无人机武器 这个武器现在已经就是完全实用化 而且是中国对外外销的一款进程反无人机的武器 而且还是一个就是用定向能武器 在实战中首次击落敌机 就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了 那么这个武器它究竟有些什么先进之处 我们可以说有这么几条 第一就是激光武器的发射功率 它达到了30千瓦 也就是3万瓦这样一个水平 这个水平呢不是现在世界最高的水平 世界最高水平现在已经可以到50千瓦 它达到30千瓦 但这个30千瓦对一般的小无人机摧毁杀伤效果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30千瓦足够用了 这功率足以被摧毁或烧穿 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功率对于金属外壳的那个有人驾驶飞机 或者比较大的无人机 还有一点问题 就是说它功率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提升 这样呢至少这种外壳不是金属的这种无人机 它的摧毁还能够距离更远一点 金属的呢如果功率提高 也能够增加杀伤力 或者说增加摧毁能力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就是激光武器的一个最主要的麻烦 或者说困难 就是激光树非常窄 它必须确保精确的追踪和瞄准目标 必须集中照射一点 能量很集中 才能烧穿对方那个外壳 才能对它内部的设备产生摧毁的这个作用 所以瞄准也是一个难题 看着这个难题呢也得到解决了 第三呢就是它还有一个系统的配套 比如说你那个激光系统体积很大 不便于机动不便于部署 还需要外接电源 这就比较麻烦 现在看来这个车 我们看一个很大的一个载住卡车似的一个装置 它整个的发电设备 跟踪瞄准和这个整个过程都可以自主完成 而且它装在车上越野能力也比较好 可以快速部署 一发现有无人机威胁的时候 马上出动到那个阵位上去进行战前的部署准备 便于快速部署 同时呢它还便于要有这个方便的后勤保障 比如说这个灵备剑呀 比如说提供远程的预警啊 还要提供目标的识别 因为你不能说来发现一个目标 我就给它打掉就完了 它可能是你几方的无人机 那怎么办呢 那你还不能随便乱打 所以目标识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以及人员后勤保障各种方面的支援都能解决的时候 这个定向能武器就是杀伤无人机的效率和成本最高的一个 我专门就问 他说这个激光武器的费用的话 比发射导弹 比那个高射速的那个密集阵的那种炮 它都要便宜 他就棒一发 就是几秒钟的事 这个无人机就被烧穿了 那一烧穿当然也就击落了 所以它这个意义就是有这么几条 第一看来进程防空武器的发展趋势 向定向能发展转变 这已经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第二就是中国在定向能武器的发展上 是跟上了世界这个发展的潮流 而且能够把它实用到这种程度 它不是一个实验装 实验装置和靶场打靶成功 这个是一个阶段 但是你在实战当中连续击落无人机 这个就说明你已经走入实战 这样一个水平 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 在这一点上 我们说用激光武器来摧毁无人机 中国走在了前面 第三条呢就是 这个武器的后续发展 一定会更加迅速 更加多元化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这一点是很让我们欣慰的